全油管最快新闻,河南郑州市高架桥上突然出现一只自由奔跑的鸵鸟,引起全网关注。 据了解,这只鸵鸟是由郑州一位市民家养的,上个岳母鸵鸟跑上马路受伤后被潘多拉森林动物王国救助。 6日,供鸵鸟冲进高架桥后一路向西,引起众多市民好奇和关注。 经过相关动物保护工作者拦截,鸵鸟最终被安全护送回家。 对于网友们的疑问,鸵鸟主人表示已妥善安置,受惊吓了,正在安抚情绪。 据专家介绍,鸵鸟的家养在城市中并不现实,必须在农村郊外养殖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